针对 好 我们继续 今天下午的议程 请第11组质询组 王志平议员 徐晓星议员 钟佩军议员 钟晓平议员 时间16分钟 请开始 好 谢谢 市长 其实我们这一次 这次的议会针对这个纾困的部分 基本上我相信大部分的议员 都没有太多的意见 就是救民于苦 这个除了我看了一下 你们这个追加选议算 除了这个我怀疑 汉中街45号郭友地的 这个有偿拨用这个部分 我强烈的怀疑 有趁火打劫 然后夹带的这样的一个嫌疑 其实这个根本就编公务议算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呢 所以你也承认嘛 你一直点头 你讲的我都很同意 所以这个有集成这样子吗 没有趁火打劫 趁机夹带 没有没有在去年在前年就已经地方这个促进会 反而会已经跟我们还有跟许多在地议员要求到 你们根本就编公务议算就好啦 许正常的议算来作业就可以了 他在架构的部分真的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好像跟国产署 这有跟议员报告 因为这个部分是跟国产署谈好 我们土地第一期款拨给他土地可以点交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进程就一定要这个时候就对了 因为这个部分有跟那个自治会地方自治会谈好 就是说他希望再能够快一点 所以快一点的部分就是国产署土地要先赶快点交给我们 所以我如果没有付第一期款的话 国产署土地不会点交给我 那就等到明年土地点交给我我才能启动 因为我时间的关系 我这个除了强烈怀疑以外呢 我也要抗议 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官传局局长也都没有来议会沟通 你要偷钱没那么简单 也要来沟通嘛 是不是 市长你同意吧 同意 同意好 那时间暂停 接下来 就是我想前面的几个议员 都非常关心 我看你的脸书 针对这个香港 这一次的所谓的 这个香港的一个 香港版的国安法 在大陆的人大会议上面呢 就是将要通过 那现在呢 你在这个你的脸书上表达 就是说你自己呢 认为就是国安 中共呢 如果要强行 你就把你那北风跟太阳的一个说法 在你的脸书上做一个很清楚 具体的表态 那同时你也讲台湾临近香港 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 此举无意也会加深台湾人 人民讨厌中国的程度 那这应该是你非常具体明确的一个态度嘛 是不是 对 所以修听 不像蔡英文 对不对 那个去年选举的时候 哎拜托 香港人是他的伙伴 是他的战友 你不能选完了就甩锅 然后现在就是口会 无实质 所以市长 如果你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在这种状况 你觉得你会怎么具体的来做 第一点他还是 其实我不是国家领导人 我们现在是台北市长 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时候 当他贪那些资金人才要外移的时候 我们台北能不能接到 还是全部被新加坡拿去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 所以我们开始在准备 我也估计在未来半年 香港的人才跟资金会大量外移 你认为香港的人才资金会大量的外流 基本上台湾要接到的可能性不高 我们要比新加坡更好 人家才会来 不然就全部跑去新加坡了 除非我们做得更好 那你觉得我们的自由度 国际化什么这些 有跟新加坡有比吗 所以就是还是输掉 事实上昨天新加坡代表有来找我 我刚才讲说我们这个还是 这个自由度 就是说亚洲的金融中心 比较可能移到新加坡 而不是移到台北来 这的确是我们目前的缺点 确实也是 香港他基本上 even到今天 他的自由度国际化等等了 他还是非常高 国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说针对北京的部分 你会怎么样具体的建议 他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在以前就讲过 我还是主张叫蒋经国模式 我就说 就一个字叫slow release 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 经济跟政治 没有办法长期存在那么大的落差 就是说当香港的GDP 已经四万五回落了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GDP这么高 然后经济上 那政治上把它限缩 一定会出问题的 所以呢 基本上你会 要slow release 朝这个方向 那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在脸书上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态 那刚刚呢 洪议员有一再的请教你 接下来的双城论坛到底会不会举行 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 就目前看起来 好像是会采取这个视讯的方式 我是主张办 但是 你主张什么 我个人是主张办 继续办理 因为两岸沟通 民间交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有交流才有善意 你现在完全没有交流 所以你个人的态度是倾向 就是只要对岸这边没有意见 你认为还是应该要办下去 对不对 我是主张办 好 那我再请教一下 如果说对岸这边针对你 对于香港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态 他们有意见 他不想跟你办的话 双城论坛要两边都同意办才办得起来 如果他一边不同意办 那也办不起来 所以这个要双方也要talk 要商量 好 那如果说他们争予 基于你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然后他们有所坚持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这样讲很平和 也没有讲到什么坏话 是吗 对 是不是坏话 完全看接受方怎么感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时间暂停 谢谢 市长 这个陈时中指挥官他说 6月7号就要解封了 那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中心场馆等等 所以我们的实名制的场馆要继续推动下去 尽管指挥中心说不用 就不实名制了 那我们这样很尴尬 5月18号我们台北市才大动作宣布要做这个场馆实名制登记APP 只有到6月7号才没有做几天而已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大家应该都还没有用过 想请问在场的各位有使用过这个实名制登记APP 举手看一下 只有这个很专业他们的体育都有做 就几个而已嘛 都还没有用到耶 现在只有酒店才严格限制 现在只有酒店嘛 那我要讲一下这个实名制APP的一个问题 市长 你知道在这个实名制APP里面 如果你今天去酒店或舞厅的话 要使用扫身份证 要扫哪里吗 后面的条码 后面 那你有没有觉得 扫后面会有什么样一个隐私的疑虑 所以是这样啦 我们当时说那个资料是我们替业者保管 替他保管 可是我们一般 我们在看身份证记录做实名制的时候 我们是看正面 正面你可以看到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身份证字号去做一个比对 然后就可以登录了 可是我们现在的实名制APP 我们要扫的是反面的条码 反面的条码有更多的隐私 包括你的父母的名字 你的配偶的名字 你的出生地跟你的住址 都在后面这一页的上面 所以等于说 你先等我一下 等于说原本我们用实名制一般的登录 我只要看你的正面 看你的长相 跟你的身份证字号 确定登录就好了 可是我在使用你的APP的时候 我要让你看到更多的隐私 这个市长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我们先让市长回答好吗 这个是这样啦 这个也是没办法 因为我要他的条码 所以我认为他少的时候 他也不会很认真的去看他爸爸是谁 会啊怎么不会 那那个舞厅很多小姐顺便看一下 说不定有认识啊 会啊我们今天大家就在讨论啊 跟你爸爸很熟耶 上面很多的资料 不见得不见得是想让大家看到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讲的清楚一点 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APP要做登录 那我用输入的方式 我只要看到你少数的隐私的资料 台北通是什么 台北通是那个台北的市民卡的那个 我们的虚拟卡片 那就是用在手机APP 那也是可以做个人身份确认的一个 一个条码 那个一个QR Code 那透过这个QR Code 未来在一些身份表示的方面 我们就可以做到虚实整合的一个场合的应用 了解了 我了解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小的议题跟这有关 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一阵子 到6月7号之前还是实名制 那我们未来也有可能像市长讲的 或许有一天他要变成是又再回来 必须要实名制是有可能的 我们等于超前部署 可是现在目前包括居民活动中心 这么多人市民朋友他在租借这些场地 我们要登记的时候是每一堂课都要由 我们法定是规定是要理干事 他要帮忙收集这些资料去登陆实名制 那都已经大家都累死了 区公所有些人都加班加到 整个区公所加班超过3000多小时了 我们还要让理干事这么辛苦 怎么办市长 其实议员你讲对了 其实我们这次疫情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我认为疫情到11月才回 所以我们有5个月的时间 可以做很多工作 包括那个里长的医化建设 我们现在找20个里开始在试验 所以将来是老人要去 就是拿他的那个症状卡 全部都给他自动化 所以我们这个正在开始在规划 我们还5个月 希望在5个月时间 可以来得及把这些弄完 好那希望市长你可以尽快检讨 包括刚刚讲的那隐私的部分 也要注意一下你正反两面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时间暂停 市长好 市长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后疫情时代 这个重点已经放到振兴去了 最近这个我常常在地方上面 或者上节目的时候 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政府推出了一个 所谓的花3000 花1000 领3000的这个振兴券政策 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这个投影片可以先收掉 这是下一题 我最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 政府如果要让民众花1000领3000 为什么不直接发2000 市长你觉得为什么 花1000领3000 为什么不直接给2000就算了 好问题 花1000 市长 这个有人说 应该说你过去常常讲 这个取消冗士的话 政府可以裁员四分之一 我认为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冗士 花1000领3000 中央地方的冗士都会变得很多 那当然也有人形容说 这个是蔡政府的消费券情结 柯市长你认为 这个是不是消费券情结 这跟议员报告 不好意思我问市长 你这样一讲 对了 我这样讲得太粗俗了 透过直放屁了 这奇怪怎么那么 那么复杂 市长因为这个 你这个学医科的 凡事用最快最方便的方法 去解决嘛 那你要让民众刺激内需经济 当然最好的方法 钱到手了 就拿出去花了 但我们政府现在告诉我们 六月要上线 可能没办法了 要继续往后等到七月 而且呢 政府我认为 这个讲的就是一句废话 说这个累积期待 你到时候就会增加消费意愿 市长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好笑 我看你从刚刚到现在 没有具体什么回答 但是你笑了三次了 这个听起来是很奇怪的理由 市长 这个同样的问题 我们继续延续了 消费券当年你又没有领 你还记得你买什么吗 我好像没有领 那今年这个花1000领3000 你会去领吗 一定被陈佩琪收去 我看不到 所以你有没有讨论过要买什么 因为照我们政府的逻辑说 如果让你期待的越久 等待的越久 你消费的意愿就会越高 我们就直接抽问市长 来做抽样调查 有没有用在你身上 你现在有没有想好要买什么 没有 所以代表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嘛 能够发到民众手上的东西 当然是越快越好 继续等待只是浪费空转了 那我们也很遗憾这个政策 往这个方向前进 可以预计的是 接下来台北市政府也会分发到 也会收到不少冗事 刚刚市长很有趣的 很有兴趣的 这张投影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时间暂停 市长请教你 赞不赞成台北车站大厅开放 赞成 您个人是赞成 你有没有看过这张梗图 最近在网络很多论坛流传 上面是老虎 简单讲就是 很多人以为 网络上的民众 以为台北车站大厅 是台北市政府关的时候 就骂克文哲 骂三字经 太难听了 我把他骂赛克 怕你伤心啊 下面就有态度一转 发现说 台北车站大厅 原来是中央交通部在管的 网络风向突然一改 说那就 希望以后可不可以改善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向 态度完全差很多 市长你有没有发现到 网络上现在有对你这种 不利或者很严厉的一个风浪 这表示1450都没有认证做功课 为什么 打错了 台北车站不是我管的 要那个滴水线以外才是我管的 所以市长 我讲的这个只是 一个例子 现在看起来 打磕打寒都变成一种显学 这张图可能有两种解答 反磕的人就说 反正你柯文哲现在不香了 所以这样讲也是刚好而已 但是如果不是磕黑的人 多少会认为这样子 平常性讲打磕过分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 要黑你之前也不先做点功课 你自己现在在这个市政上面经营 有没有感受到这样压力 我知道你是大数据控 常常会看很多的数字 没有我都不想理他们 每天该还是这样 不要理他们 就每天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你这样声量会受到影响 你们自己这么多 这个擅长大数据的团队成员 有没有给你一些改善的方向 或是起码要怎么做危机控管吧 因为这样子会让你整个这个名字 所代表的声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会我现在声量已经很低了 所以你是死出不怕滚水烫 我发现我只要声量很低 民调就会上升了 这很奇怪 好这个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验证 看看你的这个乐观有没有道理 时间暂停 好时间到 接下来由第12组咨询 由李建昌议员 周卫游议员 许初华议员 梁文杰议员 简议员 时间20分钟 请开始 好 市长 刚刚讲到这个中央振兴券 为什么要花一千 然后可以消费三千 为什么不直接花两千 原因是一千块 可以有三千块的效果 对政府而言 花两千块 可以有三千块的效果 所以对消费者 对民众 跟对政府 都有利 你不回答 我帮你回答 你不会回答 我帮你回答 第二个部分 刚刚有议员问到 我们双城论坛 到底要不要办 那我认为双城论坛 如果在于城市的交流 确实也应该办 只是办理的方式 可能对岸要来 上海方要来的几率可能不大 对不对 那我们要过去也不可能 这都不可行 所以比较可行的方式 就是做线上的会议 对不对 这个还要双方谈 我跟你讲 不过这是可行的方法 这是你们未来在谈的时候 可能比较可行的方式 但我现在 我在这边我要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如果要办 现在都正在谈 包含会议的举行方式 还有议题的内容 都正在谈 对不对 现在还没开始 因为他们 其实我感觉这个是这样 这个我们大家都在谈 我问你有没有在谈 有在谈吗 这几天没有 这几天没有 好 我希望我们继续谈 因为我认为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这样子的原则下 而且就是城市交流 也不涉及国家主权的讨论上面 我觉得城市交流应该要继续 但我今天在这边要具体的跟你建议 我希望你把台湾的防疫作为 列为我们双城论坛的一个讨论议题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因为台湾的防疫作为 台湾面对武汉肺炎的防疫作为 是全世界认可 可以 我觉得我们因为武汉肺炎 现在全世界疫情会这么高 全部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因为他们的资讯不够公开 所以导致他的这个 确诊的人全世界到处跑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 嘻嘻嘻 全部都很惨 所以我希望如果我们今年 有要做双城论坛的话 把台湾的防疫作为 把全世界认为台湾做得最好的防疫作为 列为我们的议题 积极地跟对岸做分享 请他们来做学习 我可以把它换在那个主论坛的题目 好 好 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连中国都要跟台湾学习 好不好 好 好 接下来今天讨论到纾困这个作为 市长 台北市政府有需要纾困吗 是台北市民吗 台北市政府自己有没有需要纾困啊 还好 我为什么 我会真的 我们有很多的单位 都因为减租了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我们税入减少了 但我们税出还是一样 这些单位怎么办 啊 来 我的跑步你下一个 市长你之前讲说 公共工程的预算要慢慢想快快做 不要做追加 对不对 这句话你还记得吧 对 好 下一页 来我们看一下环南市场的改建 这是没有在这一次的追加里面 因为他是市场基金 所以他如果有追加也要补办 我给你看一下 2020年他只编列 就是今年他只编列了一千块的预算 历年的累积剩余六千六百多万 对不对 所以今年代表他可以花的钱大概就是六千六百多万 再下一个 好 这个是今 下一页 这就是今年度编列的预算 只编一千块 再下一页 结果 2020年5月8号 我们有一个专签 就讲说环南市场的改建 因工程进度提前 所以导致我们预算不足三点八八亿啊 导致三点八不足三点八八亿啊 再加上因为我们因为疫情 所以减租百分之五十 所以导致台北市政府的市场发展基金减收一点九四亿 所以我们要向特种基金借款六亿 这个特种基金呢 就是我们这个土地重化抵肥地基金 市长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这要说明一下 因为总预算是已经编好了 就不动了 所以这只算是里面的资金调度 这跟那个预算都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依照预算法的规定 你还是应该要补办 下一页 预算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 就是如果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 扩充资金的转投资 资产的变换及长期举债 有变动的话都应该要补办基金 然后这助额是三亿以上 其他营业基金三亿以上 其他基金一亿以上 都要送立法院备查 好我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规定 下一页台北市政府附属单位 预算执行的要点 他说根据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每笔超过五千万的 应该要对市府核准之后 应该要送市议会备查 这笔钱 我们跟底肺地基金借了六亿 市场基金跟底肺地借了六亿 我们议会完全不知道 你今天来办补办预算 告诉我们说你们只要追加这一些 这一批勒六亿勒 来你来看一下 来来来 出长你先不用讲 下一个 下一个 来 十四点 好 我们的附属单位预算执行要点 第十四点的规定 第十四点第一项的第二小项规定 一般建筑设备计划得在当年度一般建筑计设备计划 预算总额里面 如果可以调整 还是必须要办补办计划 为什么不告诉议会 六亿勒 这个不是不办预算 这个是在既有核定的预算 在短期借贷行为 局长 这是法的规定 法令的规定 你的总预算 就是八十六亿 你今年编了一千块 结果你要开三亿 你说我去给基金借钱 借来开 这样对 完全没有议会 不用办补办 我们今天 二倍 我们现在在办这个省追加 别生心生的 根据我的了解 他这笔钱是用短期借款的方式 算是融资的方式 用短期借款 就不用向议会报告吗 因为如果要向议会 是属于长期借款 所以他那个不是长期 他是算短期 这个是你说的算 长期是长期 短期是短期 在这边没有写 有 没有啊 哪里有写 你们的单位 执行要点完全没有写啊 那从预算法第八十八条 是长期负责 我告诉你 是 SOP啊 市长 这个法 都是市政府自己规定的 你刚刚讲八十八条 我今天跟行政院主计总处的副处长联络过 他们也认为如果你的总预算有这么多 只是你今年的现金流不足 你当然应该要办预算补办啊 你当然应该要办预算补办啊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所以他如果是长期负责 就要补办预算 那因为我了解 我觉得你们这就是违反了预算审查的规定 这个议员这个是很专业的题目 我也很专业 市长我要执行你 你这么嬉皮笑脸 我还是非常认真 針对这件事情 我今天打电话给行政院主计总处的副处长 询问过这件事情 你该补办就补办 不是我跟你讲 再来 你先讲 再来 这个是你们自己台北市附属单位吗 第二十八条上一页 二十八条规定的嘛 你超过五千万以上 核准三日内主管机关就要送议会备查 为什么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所以如果是长期借款 就要就要依照刚刚议员所讲的规定 一定要送到议会来 这是没有没有错的 处长 我认为 你现在就只是为了要擦屁股 没有没有没有 你的所谓的长期借款 在执行要点里面 完全没写到 他没有写说长期或短期啊 在里面完全没有哦 这是你现在讲 再来下一页 108年度我们台北市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的综合结议也讲到市府如果需要动资各基金每笔超过一千万的应该要事先告住本会 对不对 如果市政重大政策需要动资基金超过五千万应该要送本会备查 但这笔预算为什么到现在没有送 市长我告诉你好不好 好 来下一页 因为这笔借款7月1号才借 本会 那时候已经修会 所以你们那时候再来闻 议员完全不知道 偷偷摸摸就被你们借了六亿 那个跟议员报一下 你刚刚讲那个动资基金是动资基金的剩余 所以动资超过一千万就要送到议会 那我问你 我问你底背地基金 是不是我台北市议会所主管的 底背地基金被市场基金借六亿 你们也同意了 不用莱文告示议会吗 有什么逻辑 如果他是属于短期借款的话 短期借款也要啊 重置基金跟我们借款也要啊 如果是长期的就要 依照规定就要送 这个没有短期长期的问题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预算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综合的决议啊 处长你还在胡说八道啊 意外下的决议耶 齐六上一页 简报上一页 这是我们108年度 处长你那时候还没有来 这样抱怨我给我时间 我了解之后再向你报告 所以嘛你们就胡搞嘛 我都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审这种 这个追加解预算到底在审真的还审假的 到底有多少这样偷偷摸摸的挪用 为什么我们今年度明明要花3.8亿去给付环南市场的现金的施工 我们会编不足 只编一千块 市场你也给他过 我议会也傻傻的也让你们过 这个真的是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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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觉得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没有我这边一定要跟你做说明 109年度编 请市长回答 请市长回答 这个太细了 这个上层不太清楚 我跟你讲 我就给你看嘛 我今年编列一千块 是因为我去年还有一些剩余大概剩余大概三点多 回到第一页 市长 你今年预算编一千块 你的历年剩余只有六千六百万 一千块喔 你今年预算编列一千块 你历年剩余六千六百万 结果你今年的现金流 环南市场的工程要支付三点八亿 你这预算怎么过 不是不是 怎么样 这张表一定有误 这张表一定有误 我109 市长 请你 请你 先不要讲 时间暂停 市长回答 你觉得这合理吗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 除非你说我们整个台北市政府从财政局到主计处每个都出问题 都出问题 就机会太低了 确实都出问题 我想这个是这样 你今年预算编一千元 累计剩余六千六百元 然后你告诉我你2020年要花三点八亿 然后还不管到来议会偷偷摸摸的出钱 双双的借钱 议员谢谢你知道 我是不是容我会货整个了解之后呢 时间请暂停 我没有请你回复这件事情 谢谢 市长 去调查一下 而且这个专签还是你签的 我跟你说 公务员在编这个预算 我不认为他们会太离服 不是嘛 事实摆在眼前 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 我们今年环南市场的改建 只有六千六百万可以花 但你自己专签的 五月十四号专签的 就要花三点八亿 这是我在乱讲的吗 这是我在乱讲的 然后另外 你市场租金减收1.94亿 你市库应该 如果基金因为他的业务需求 1.94亿他还是需要 你应该市库拨补给他啊 怎么让他去跟其他基金借钱 我觉得你们这个胡扯瞎扯 我希望我要求这一笔 依照法律的规定 就要补办预算 而且我要求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前 这笔钱要送过来 不然我们下半年 审2021年的预算 大家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给你们钱 好不好 这部分呢 以前都有过这种短期借贷 时间暂停 我想这件事情只是要凸显一个问题 希望市长好好去了解 如果财政的处理状况 一切依法要怎么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想这是市长的口头禅 我希望能落实 就是这样好不好 你接下来看一个 市长你知道北捷最近的新闻吗 他说收入有下降 对啊 说亏损多少你知道吗 11亿 那真的11亿吗 应该是短收啦 还不一定亏损 因为他支出也减少 根本没有亏损11亿啊 他是运输本营业亏损11亿 但是他还有盈余耶 他还有那个业外的一些附属事业呢 盈余还有6.38亿耶 所以呢真正亏损只有4.69亿啊 所以你要拿这个东西新闻 然后来要求市长给你纾困 然后讲你亏损11亿 我觉得不要这样子欲盖弥彰啦 然后我要帮北捷讲一下话啦 事实上是真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啦 那真的是营收市真的有变少啦 但是我认为说 因为北捷现在是每年还要交给我们市政府的市场 市府的租金有57亿喔 那这个包括捷运站体捷运车辆维修机场 这些所有要给57亿给我们市政府 而我们市政府对自己的那么苛刻 市友的房租租金都降一半了 可是对于北捷要付这笔钱 好像市长你们好像没有给他一个优惠耶 还是照原价是不是 这个等他交报告数上来再讲 报告议员这个案子我们还在援你这个整个如果 所以嘛你们不要对外讲你亏多少钱嘛 事实上市政府应该给你的给你的这些优惠 应该将租的部分也应该要做处理吗 因为纾困是大家一起共同共体时间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凸显这个问题 那我问你那为什么小巨蛋不减租 小巨蛋的那个场馆的租金为什么不降低 事实上你们没有亏那么多啊 小巨蛋目前到9月都取消啦 对然后呢要租的人呢 配合中央政策呢采梅花做这些呢 为什么不降租 那还在演绎中因为 对还在演绎 还在演绎 我们议会从3月底就开始提案了 现在议会也审议通过 要求你市府赶快演绎办 你现在还在演绎 我们前天才看到黄山安副市长 在提鼓励艺文表演 所以呢艺文长演工间全部都减租 最多还可减租到一折耶 那我小巨蛋为什么不处理呢 为什么不降 市长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降 为什么我时间有限 议员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七八九月现在是停 那所有党齐的人是往后扭 我们不管我现在在纾困 我们现在还 我们现在因为他现在没有党齐的问题 所以我们暂时没有讨论 你怎么说没有党齐问题 你降租了以后党齐就出来了 这个党齐本来是别人的 现在没有降租的问题 来我们看下一张 小巨蛋的使用类别 乘租的天数 艺文跟演唱会占八成 然后你现在艺文长演空间全部降了 为什么小巨蛋到现在不降 你们是对我们所有的艺文团体 是有一些认为场馆上面的一个歧视吗 还是说因为小巨蛋有关系 现在小巨蛋还没有要开封 所以还没有讨论党齐的问题 已经有在处理了 已经有在升级的 所以嘛 那你们的超前部署在哪里 市长 我要帮艺文表演空间来争取 不要只是针对展演空间 小巨蛋也是啊 你们为什么要苛刻这些人呢 市长你能不能说一下话 我们议会都已经提议了 已经提议了 要求你们 我要求你们现在就要有个具体的处理 我们应该有超前部署吧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吧 我们上个礼拜的防疫会就开始讨论 那请捷运局讨论一下 这半个月了 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 目前还没有结论 有结论的时候会跟医院报告 所以嘛 你们的超前部署在哪 市长 你们对艺文表演团体的超前部署在哪 好吧 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难在哪个地方 risk management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可能都开 那前两天跟他讲close 所以那个risk management 那种保险 那种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可是这个已经半个多月了 你们都在思考一个 思考了半个多月 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吗 这个保险的方法 还没想到要怎么进去 議員中央到现在 也没有开放大型的室内场景 所以我们也很为难 他们只要是 一样是梅花座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 国院团也被停掉 所以我们不知道要不要讨论 应该要降租就应该降租 我们会讨论 你们都要这么偷偷拉拉吗 市长 因为到现在为止 小剧 还没开放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说 后面 那可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后面了吗 我们可以开始讨论 现在才要开始讨论 但是老实讲 那个risk management 市长 你的gas在哪里 你的超级部署在哪 你重重套委 演绎了半个多月了 还没演绎出来 我真的是要为这些议文表演团体 真的对于我们市长的处理态度 表示严正的抗议 真的 我希望能不能在这几天 赶快给我一个具体方案 可以吗 这几天 好不 因为你已经演绎那么久了吗 我们下个礼拜再跟议员回报 下礼拜几 下礼拜的时间 礼拜几 礼拜三 礼拜三是不是 下礼拜三对外公布是不是 我们讨论出来结果跟议员回报 然后如果确定 我们就对外公布 市长我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能尽早在下礼拜三以前 能公布这次最好 对于这些议员表演条体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福祉 因为我们现在要的 不是只是 看现在状况 我们要的是纾困跟振兴 如何振兴 好 时间到 接下来第13组咨询 由潘怀宗议员 胡汉廷议员 时间8分钟 请开始 市长您好 在今天早上9点半 我们共同跟北投里长开会的时候 有谈到这个案子 但其实我觉得 从您的言谈之间 对整个案子还并不是很了解 整体方案利益良善 然而为德不足 由于执行 直询时间有限 案件急破 请容我直接来跟市长说明 那市长听完之后来承诺改进 好吧 好 首先来第一个 整个事情呢 纳管的申请期限 要从今年的1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 本来预定要在2月4号举办说明会 因故取消 受影响的总共有300多户 包含汽车业 餐饮业及零售业 目前市政府要采取逐户说明 然而到了上周五只说明了150间 目前也只有20多户来申请 整个说明其实是非常慢的 但是截止时间却没有变 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着急 而都发局甚至是在议员询问之前毫无动作 所以目前很多的影响户都是一头雾水 第二个整个纳管计划没有考量当地的实际情形 纳管机制难以一体试用 有些地方连市府的卫工馆都没有 道路也狭小 他无法符合市府的排水规范 也没有办法来被纳管 而第三部分 纵使他一切都合乎规范 比如说他的排水消防公安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还要额外缴交一笔保证金 形同土匪行进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第一个 缴交了三十万到一百万的保证金 三年之内市府竟然是没有利息还给他 利息跑去哪了 是不是侵吞民间财产 第二个 当前疫情期间生意惨淡又缝缴税 现在立刻交出三十万一百万 简直雪上加霜 再来呢 倘若三年之后还要继续纳管 那么不就表示这三年之后一百万还要留在市府手上吗 再来第四个 重点是保证金的要求毫无法源依据 目前的计划只是市府的规则 理论上是不能够拘束人民并且要求缴交保证金的 整个概念就是如果想要 如果不给钱我就把你拆掉 这其实跟土匪是差不多的概念 市长到目前为止可以接受吗 这个我们每一条会回去一条一条写答案 好OK谢谢来市长接着第四个 整个扣点机制也是话舌添足 因为他说倘若未来业者一旦违规 除了既有要罚还 他一旦有任何的公安违规 我们要给他罚还 但是呢他还要再扣点 根本是多此一局 而且是双重处罚 那么关渡平原地区相较于台北市的其他地区 我们调过了过去的一些资料 他并没有比较高频率的一些公安事故跟问题 也不懂为何要对关渡平原地区如此苛刻 而且情节重大 还要再扣保证金 等于一个行为三重处罚 甚至所有的处罚标准认定都由市府说了算 让居民非常难以接受 再来第五个 整个事办计划的法源适用有重大瑕疵 因为按照法规的位阶 它其实只是行政规则 而行政程序法的行政规则 它是不得对 它所为非直接对外发生法规范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规定 但是现在说又有保证金又有扣点 其实都已经不符合行政程序法本身的这个规定 因此产生了适用上的重大瑕疵 而最重要的 这样一个侵害人民权力的计划 竟然没有送来议会审查 就连被查都没有 根本是逃避议会监督 所以最重要的 整个计划到目前 我们只是很粗略的 就已经发现这有六大问题 因此我具体要求 重要PPT下一张 整体的计划必须要延期 因为毕竟连说明会都没展开 影响户也还没有准备好 其实延期并不会造成重大的事故 或不良的问题 及不良影响 再来呢细则的具体规划 必须要重新的评估 包含是如何扣点 如何的保证金 都必须要通盘考量 以及最后一定要在在地 重新召开说明会 让所有的受影响户 能够知道这个状况 并且了解如何来配合市政府的纳管 并且终止草率的计划 让官渡平原的均匀安心 市长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讲一下 那个我们六月初 会把全部三百多家的那个 你六月初 会把全部都解禁完 这个是一回事 重点是这些计划 本身有很大的瑕疵 所以我希望是这些瑕疵 要改善 市长可不可以 这样好啦 因为你具体的问 我们就具体的回答 我们一个礼拜过 我们一个礼拜 就针对你的问题 我们一条一条写回答 好 谢谢市长时间暂停 市长 我想就就这个有关 纾困贷款的部分 要来请教你 因为中央的纾困贷款 现在目前摊商认为是 全世界最遥远的距离 全世界就很困难 所以中央做得很烂 我们就不讲 现在呢 是在台北市议会 我们认为说呢 六都里面 到底台北市做的情况如何 昨天我在裁建委员会 特别跟这个林局长还特别讲到 我当时看到台南市政府的网站 他说这个摊商可以不用税集 只要自治会出去证明就能贷款 我请局长去查 查的结果怎么样 是跟议员报告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原来他们的确是台南市 他们代转然后送到中央去 但是原来他们是希望说像这种 没有税集的摊贩 他可以用统一的一个认证方式 可是后来也无法执行 所以后来中央还是改成需要税集 是局长那你查过以后是发现 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的网站没有改 他的网站没有改不是就欺骗吗 我原来我原来以为是说 你台北市做的比台南市烂 结果你去查了以后呢 是台南市也是一样烂 都要税集了 现在一样烂 那这样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有的摊商都没有税集 贷款就没办法贷款 还是可以 因为台北市我们目前的减一代 还是有这个流动瘫痪来跟我们申请 那也有也有目前通过 已经有四个案子 他是申请税集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目前 地方的这个减一代 中央减一代 一般中央有银行配合 但是多少银行配合我不知道 但你地方目前以六都来讲 地方有在办贷款的 有几个都 原来在疫情之前六都都有办 但是配合这次疫情有特殊加码专案的是 大概是台北市 然后新北他是补贴利息 那这个台中也是延长补贴的时间 高雄市有一个专案 那基本上台北目前是量做最大的 我们从311号到现在已经核贴2.9 所以六都里面 台北新北台中高雄都有做自己的贷款 是不是 对那应该这样 是不是那台南没有吗 台南跟桃园都是 直接交件代转到中央去 直接转给中央 是 就因应这一次中央的方案 他们是这样做的 所以变成是 桃园跟台南反而地方都没做 只有其他的六个是 本来的融资贷款有 但是因应中央这一次的纾困 我们就电话去问 他们是收件之后转到中央去 很棒啊 我现在目前看到民众抱怨 转到中央去都一个月下不来啊 呃 台北部分还算快啊 台北目前已经合了378件 已经有两亿九千多万了 那税级部分能解决吗 现在目前就是 还是要去弄税级吗 税级登记其实并不困难 那当初他们有一些瘫痪 担心税级登记是怕被扣缴五年 那这一次 呃我也去跟国税局沟通 国税局说他不会去追缴 这个过去五年 不会追缴昨天我们已经讲了 报纸也登了啦 所以税级的问题台南也没有办法解决 你也没有办法解决就对了 呃 最后中央部分 他其实还是必须要税级登记 所以简单 还是最遥远的记者 是不是 好 执政到 接下来十四组咨询 由王世间议员 林世忠议员 时间八分钟 请开始 市长 这几次啊 我们一直着重在疫情以及纾困 那现在疫情缓和 那我觉得现在振兴以及纾困啊 才是重中之重啊 我几次在大会向你提到 要纾困在刀口上 而且要落实啦 市长是不是有这件事 对 好 那既然这样子 你刚刚在简报的时候又讲 尽量以不挪用啊 税纪引语为原则啦 所以你提出了七亿的 极难救助的方案啦 那 其实之前七亿 很少用在刀口上 你现在做了几个 比中央好的 第一个 你把纾困 由三个月 延长为六个月 这是好事 然后呢 你这个极难救助金里面 拨了1.87亿 做一个千人失业纾困计划 每个人可以领到27,800 这也是好事 这是1.0 但是2.0的时候 你释出1400多个职缺 结果呢 区区可使就有300多人来报名 为什么 他有瑕疵 钱的比较少 其中是不是这样 好 那既然这样子 这个七亿都合拨下来 是不是 是不是 可以 再做千人失业救济方案的3.0 几点 真正救失业 才能够振兴大家的生活 几点 可不可以 議員我可不可以 给我一些回答 我问市长吧 来市长 因为这跟中央的法令的部分 我们要能够接得起来才行 你就可以释出1.8 做1.0 不能再搞1.8 做3.0吗 你不违背抵抗中央吗 市长可以吗 这个很专业 什么叫专业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是我们的千人纾困的工作 是公务部门的工作 你听好 你们可以释出 1400多个职缺 但就是因为2.0设计不当 钱少 时间少 但是你职缺 还有一千多个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要解封 你不救这些失业人 你要救谁 跟郁州报告 现在场馆要解封之后 人力就慢慢就没有需求了 市长 主要是人力的需求的问题 市长 失业人口还是这么多 你要好自斟酌 第二个市长 我们你们市府各部会 都在积极振兴纾困 但还有一些 我们产发局他所挟管的 包括各区農会 以及台北農会 还有现在水利会所属 很多个什么呢 很多个基金会 是不是市长 你在这边承诺 责成我们的产发局 以及消防部会 向这些单位 进行沟通 因为他们的产值 他们的市价 大概有的超过几千亿 有的超过几百亿 是否这些基金会 农会 因为他们以照顾农民为主 是不是也要参与 纾困振兴的行列之内 不能聚于千里之外 市长 我没有问题 那你现在一直在讲 减租没有错 减租很合理 我通俄罗里 比较更合理 但是呢 日后 像这些 你们各属的农会 以及水利会 单位 那 他们有做二房东的情形 假设租市府的地 是便宜的 日后也要延绎 降租 举个例 阳明堆积厂 阳明山苏果堆租厂 只有22万的租金 但是收一个月收七八十万 还有建国南北路的五十几万的租金 一百二十几摊 一天要收七百块 卖七百块 一天要收两千块 苦民说苦 你也应该要去 处理 然后呢 折承这些单位 照顾真正需要的农民花龙 还有果农 这样好不好 一张 你真的要做这个要务实 不然说天说地都不合 我们会找台北市总会 省议会来要求 好 真正要做 一张 有这件事 现在啊 台北捷運公司啊 他说要纾困捡租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捷運公司一年上脚台北市政府多少钱吗 應該是 多少 详细数字 要问总经理 五十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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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刚刚有议员问到喔 他们一到四月 加上其他收入 大概 应该亏损不到四亿吧 总经理对不对 三四亿吧 四点六九亿 四点六九亿 好 五月已经收到 又增加到六六亿 你听着 他一年上脚五十七亿 你又会半年减租五十趴 那这样子 你将要给 我们台北 紓困我同意喔 简租我也同意喔 要给捷運公司 今天要多少人 六十五 要给他十四亿二 请问 请问 他只要四五三亿 你现在 補贴他资金要十四亿二 他比做什么 比做纾困里面最大赢家 我同意要纾困 要减租 对市长 这个 你要不要考虑思考清楚 要用什么方法 不然 他限贪十六 报告委员 对 我想是这样 你啦 大家都要求 但是他这样会通 市长 对 这个他不能用四月去预估八月 你比收入 就差一张 你七亿 说得不好的 補贴他资金不交 你来上去十四亿二 这样会通 市长要如何 这个等他到 实际的数字出来再讲 因为他现在预估什么 七月八月都不准 对 是不是这样 对 市长 这个真正要 考虑地方 要公平 公开 说实在 最后几秒钟 市长 现在最辛苦的 就是这些小摊商 还有这些农民 花龙 很辛苦 我重新重复 在这边 跟你报告 真的要叫我们采花局 跟这些 现有的 水利会的基金会 还有所有农会所组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 也是算来 他应该苦民所苦 趁这个时间 要积极的来照顾 这些弱势的 贪商 農民 还有各式各样基层的人 市长 好不 这个应该 这应该就要做 我们说实在 出几秒拜问 好 好 我们现在进行第十五 直行组 吴佩毅 王敏生 陈慧 许家贝 四位议员 共十六分钟 财政局局长 市长 市长 你的九大纾困方案 在五月十四号 但是大家之前 这三个月都重商 我举个例子 像有来跟我 成情的捷运地下街 我们东区那边 他们店铺的月营收 在疫情发生前 单月是收六七百万 他把他的财务报表 都给我看了 到现在已经掉到 只剩下单月营收 只有两百万 他说扣掉他的成本 他们损失更惨重 所以大家在资金的周转上面 其实都出现很大问题 所以政府 我们中央地方才有 纾困方案 但是呢 我在认为 在这纾困措施的实际运作 还有我们局处的横向联系上面 是有带改进的地方 横向联系我后面会讲 但是在这个我了解整个 我们纾困方案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各个地下街 我们市场处或捡运公司 都有管理的厂商嘛 对不对 有我们全管的地方 都有给予减租 对不对 苏长 我们捡运公司 对嘛 市场处的部分是 那他们也有确实 把这个纾困措施 给第一线的店铺或摊商的经营者吗 有减免给他们吗 你们了解状况如何 我们都有请他要付 他捡给他次乘租的费用 都要租金都要付账来 我想捷运公司 其实很有经验 是 因为我问了你们 你们确实 我也有去问过你们 大概方式 就是要要求主乘租人 提供次乘租人 领到减租金额的领具 然后造册给你们列管 那你们还会做四分之一的抽查 对不对 对 好 那市场处呢 市场处管的是哪些 上次所管的大概有三条地下街 第一个台北地下街 战前地下街 跟龙山市地下街 那么呢 在今年的这个四月份 我没有接了一条 K区 好 对 K区 这车站下面的嘛 K区 台北车站下面的 有像解决公司这样子去列管造册吗 没有 怎样 这个部分呢 我们后续要检租的范围 就是 我们都同意于检租 他有没有检租个二房东 他需要检距资料来给我 我才会检租给他 检距资料给你才会检给他 确定 是的 确定 好来 你们现在也有去讲说什么 因为台北地下街 跟K区地下街 因为他的土地 所有权能是台铁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还今天 是不是财政局副局长 还是有去跟台铁 希望说 我们提供减半的租金给人家 啊我们跟你台铁成租 也拜托你们地主给我们 市政府减半租金 对不对 台铁同意吗 呃 刚刚就是副局长有回报 就是呃 因为台铁他们也是基金 那所以他们说 他们可能还要在网上 再签报到交通部这边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会 因为我们已经发文过两次 那他也请我们今天再发文一次 他会帮我们去跟交通部那边 再来做申请 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不同意嘛 还要请示 对不对 是 你看哦 市长 我们租金减半已经三个月了 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但是 然后呢 市长 我要跟你讲 刚刚市场处说他接到K区的地下街 从今年几月 3月1号开始管理嘛 4月1号 4月1号 市长你知道 K区地下街 竟然 有两个月 现在4月5月 是不给 不用给我们租金的 你知道吗 这里跟异作报告 就是因为 市长你有听过说 我们比如说 一般房东在租给 房客他要经营店面 他会有给两个月的装潢期 或一个月两个月就是两方两照约定嘛 可以不用收租金局长你等一下嘛 然后因为他要乘出这个店面 我为什么要给他装潢期 因为不要让他在这个装潢的时间 还没营业 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装潢期 他没有办法营业 因为他装潢嘛 不要说就被这个房租两个月或三个月 或甚至一个月 就给压倒了 因为江海我希望你好好经营 长久来承租我这个店面了 那我想问一下 K区地下街 这个承租的厂商 他新标到吗 他是新来的厂商吗 这边跟异作报告 现在管理是市场出 当初签约是财政局吗 是财政局招标的 那当初来投标有三家厂商 那最后是以就是 就是价格还有就是最后有评选之后 那最后 没有你就回答好问题吧 最后 好啦 他4月1号重新换约 新的这个契约 他重新标到的嘛 对不对 是 他跟前面那个厂商 是不同的吗 这一次是一样 就是原来 一样嘛 是 是 市长 我们给人家装潢期是因为你没有在营业 我就不收你租金 我问你 这两个月市场出 K区地下街还有没有在做经营 他有在做装潢吗 跟异作报告一下 从4月1号开始 先回答问题 他有在装潢吗 现在没有在做装潢 有吗 没有在做装潢 那有没有在营业 有在营业 所以我们没有给他收租金 不是 呃 要跟你做报告一下 然后呢 他收了这些店铺的钱 我们在做什么 两头赚 下一张 不用租金 说在装潢 没装潢 有在做生意 还收 店铺的租金 那市长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呃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容我 然后我还听说 他在要求说 因为我们现在有六个月租金减半 三月份是他经营上一个契约经营的最后一个月 我们有减半给他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未来还有三个月嘛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装潢期 我们很奇怪的一个契约内容 他说可不可以把这两个月的装潢期 在这个六个月之后来算 也就是说他要缴一半的租金六个月 然后之后再来我们跟他收 我们再来跟他算这两个月不用租金 把他当成装潢期 有没有这回事 他有来做过这样的申请 但是现在没有答应 不过成品他也是一件公司 我真的觉得 除非我们今天告诉所有来标租的厂商 以后大家来标租 台北市政府都给你两个月免费的装潢期 有吗 除了这个案例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有这样的案例 可以付报告 我们其他的一些照标案件 也都会有两个月的一个案件 有两个月你确定 你把所有有两个月免费装潢期 全部交出来 我要看 好我们局里面有案子 是也有两个月的免费期 那如果说以后他不需要装潢 那这两个月是怎样 我们大放送 因为恭喜你继续标租到我们的 自由土地 原本的地方你又继续标租到 恭喜你 我康世库之凯 给你两个月不用钱 你也不用装潢 你继续搜租做你的生意 这合理吗 市长合理吗 你今天如果是民间的房东 好我七月到起我继续让你续租 不好意思 我再给你两个月的装潢期 实际上你在做生意 没有在做装潢 合理吗 而且这个是整个台北市政府的 市库的钱 是谁去签订这样的契约的 这里跟一座报告 在招标文件的时候 我们是对所有的厂商都是一样的 这都不是理由 那如果他原本得标了呢 这是理由 你不能写吗 如果是原经营厂商得标 你要中华 没关系 我也可以给你 但是你要提出你的施工计划 我再来给你免收 或甚至他其实只有两三家店铺在调整 因为招商嘛 他可能要换一下他经营的方向 那你两三家店铺 我按照比例减给你嘛 这个等于是让原来的厂商有优势 我问你K区地下街我们一个月收到多少钱 在去年的话我们一年大概我们收的租金大概是五千两百多万 那我们今年我们收到就是一年的话大概是九百九十万左右 一个月大概八百二十六万 我在民政委员会那时候民政局长他在说 我们的那个区民活动中心跟里民活动中心 我说其实有时候省的钱也好像有点有限 局长跟我讲说一毛都能省一毛都要省 我非常认同 所以局长讲的话我觉得能省我们尽量能省 结果呢我们该赚的钱一毛都不能少 可以这样认处理的吗 这个我想我们回去检讨看看 这个应该要全市全台北市的统一的规定 是因为我有问一些啦 他说我们是给他十天十五天 我不相信我们全台北市 这叫做一致的标准 何况他也没在装潢啊 所以我们不收他租金 然后他手上又再去收这些招商来的这些厂商的钱 跟一桌报告啊 现在这个石油市场处在管理这样的一个场域啊 我在这边可以跟一桌您再来做说明 如果他耳后或者是他没有装潢 我就不会减少他这两个月 因为当时写清楚了 这两个月是要给他做装潢用的 这两个月是要给他做装潢用的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不会给他这个 所以会收嘛 如果他没有做装潢用 那么他是有来申请说 因为现在正在疫情当中 他临时临料他也找不到新的厂商欲进来 所以就是他的厂商 就是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维持 以前就是上一天 那你会答应他说六个月减半收租了之后 再来算他两个月装潢期啊 他是有这样在做打算 他有做他有在做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打算 我觉得要给他们装潢不收租金 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营业 而不是只是有几间店铺在装潢 他也可以跟你要两个月全部不要租金啊 了解 市长我真的是了解了之后才知道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那可以去地下街 他们有回馈给他们承租的 招商来的这些店铺吗 呃 现阶段呢就是呢 呃 我们没有给他收租 就是 呃 原本按照合约 呃在装潢的期间里面是不收租金嘛 那没有收租金的话 我当然就不会回馈给承平啊 我 我难道没有收到钱 我要回馈他百分之五十吗 所以不会啊 好 所以就交给你了 是 市长我让你知道这样子不合理的状况 好 这个也不是财政局长的问题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 环节出了差错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检讨 好 要检讨 既然我们要省一毛 都觉得应该要省 那我们该赚的一毛钱 该要拿的一毛钱 也要拿 而不是随随便便 觉得说 没关系 大家装潢 有没有装潢无所谓 这因为契约上的规定 契约谁写的 我们写的 好不好 那再来 我就要讲说横向联系的问题 像我们已经三个月了 现在延珠 你五月十七号宣布 什么时候发公文给这些 是有土地上承租的人 这里跟易做报告 就是刚前面也有在讨论 就是在住宅的部分 目前府里面还在演绎 就是住宅的部分 国宅的部分 是不是条件又做一些调整 所以财政局这边针对什么措施 因为我们还没有发 我们的公文 既然已经有 已经 本来在三个月前 我们就有发公文给这些人了 那我们不就是一样在给吗 你要多考虑的东西 那是那一部分吗 市长我就是因为 有些地下街的人 会来跟我陈情 前天才跟我讲说 市长你不是说 要再延续 半收租三个月 怎么到昨天都还没收到 你知道他们这些资金周转 都其实大家每天都提心吊胆 那也不晓得说 市长你讲的 是不是中间有什么变化 不会啦 会让他们紧张 你知道吗 所以就因为我说 我今天要讲这件事 昨天就先给他们了 然后他们就说 我很有效率 跟我陈情了之后 就收到公文 不可以这样啦 我这横向的问题 再包含就刚刚其实也有讲 我们捷运公司 其实减半收租 但是它实际上 捷运公司也要付租金给我们